虽然我们恋爱时间不长 但是我确定他就是我想找的另一半 我想跟他一起组成一个家 可是我们对家的概念不一样 他想有一个没有压力全款的房子 可是以我现在的条件根本达不到 我们平时的感情都很好 可是一谈到结婚买房子 我们就会因为意见不合大吵一架 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全款的房子就不结婚了 我真就不明白了 是我们的爱情重要还是房子重要 难道没有一个全款的房子 我们就不用结婚了吗 要结婚了要成家 家需要房子 这两位年轻朋友遇到了房子的困惑 来 先来认识他们 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陈26岁 来自黑龙江是一名汽车美容师 女嘉宾小高27岁 来自内蒙古 是一名又虚 欢迎你们的到来 来有请两位 他要结婚了 对 是的 从没苦脸的 因为房子嘛 他想买一个全款的 但是我家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然后只能现在买一个贷款的 没有全款的房子 他就是不想结婚了 我俩这个收入不是很多 然后工作也不算太稳定 所以我就觉得 还是应该买一个全款的房子 你说结完婚之后 可能就要宝宝 觉得特别有压力 现在年轻人哪没有压力 咱们买个贷款房子 自己努力还着贷款 这谁生活不也挺好的吗 咱们慢慢不就过得好了吗 你总要求买个全款房子 你不想有这种压力 那难道你就把压力 可能放在我的家人身上吗 我没有给你家人身上 我觉得你到了这个结婚年龄了 你父母肯定已经是 把你结婚的这个钱 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这么多年 也是跟着家里一起工作 做生意 自己也应该有些积蓄吧 但是这几年 我爸妈做生意 赔了不少钱 所以说现在买这个全款的房子 就是挺费劲的 所以姑娘家里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全款卖房 是 我俩这个问题就是商量过了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说 实在不行我们不从 位置好的地方买 买一个稍微离市区远一点 然后面积小一点的房子 但是也最好是全款 这也是个方法呀 那块跟前什么都没有 就像他说咱们结婚要了孩子 附近连个幼儿园都没有 你要是买点什么东西都特别费劲 早晨他要上班 倒公交车就倒好几趟 你要是拿这些钱 你再相对递减好一点的 咱们买一个贷款的 你要是每个月就是少花点钱的话 咱们不就有了这还贷款的这个能力了吗 所以你要求贷款 还得在市中心好位置 女方要求全款 哪怕是郊区差一点的 对 我是这么想 那这要是不能全款买房呢 你还嫁他吗 商量一下吧 我俩现在就是这是因为房子的事 其实我俩感情还算可以 然后一说到房子的事吧 就吵架 现在就是吵着吵着 什么问题都来了 他就是总是 哎呀 强势我就是这个那个的 就是我一开始在大连工作 他又说 那咱俩要是说你不回来 我去不了 那还处着干什么 就都分手得了呗 然后我就是为了他回到哈尔滨 我觉得异地恋肯定不行 回哈尔滨 他又说我这工作 你这找了一个工作又一个工作的 那我回哈尔滨 什么东西都会从零开始 从头来 你就不能给我个时间吗 再说我这回来两个多月 我一开始在大连那边 干那个早餐什么的 我也没上过班什么 那我回到这边 我想经营一个小的 小投资一些 我找那个店 那玩意是给你摆着一会儿 你到那就能干的吗 好位置太贵 不好的位置我还羡慕 我找了一个多月的店 他就以为我这一个多月 就在外边闲逛了 成天数了我 后来我爸说 没有这合适的地方呢 你就找一个那个工作 你先上着班 先挣着钱是吧 打工 那我找一个工作不行吗 他给我找工作 我找工作 他想不通 他找工作我干不了 你找什么了 我也没上过什么班 我上饭店打工 他说我就不希望 我对象在一个饭店 当个保安啥的 那你说我干啥工作 就那天他说 那我朋友 我不是不希望他当保安什么 我是第一次 希望你学个本事 学个一技之长 那我不听你的了 你想他干什么呀姑娘 有一次吧我们两个就是和我的朋友一块吃饭 就你我找那安装空调 我这朋友带着他男朋友去的 他这个男朋友是做这个安装空调的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然后还认识熟人 还能带一带他 以后就是学成了就自己的一个本事 所以我他去了 晚上打电话 就说不行 干不了怎么地的 我就觉得这么简单的工作 别人都能做 你就做不了 我朋友的男朋友人都能 你就做不了 是学手艺 是学手艺 你给我找一个 你得适合我的吧 给人安装空调 那天还下着雨 我站在14层楼 给我腰那双个安全带 两人这个屋里拽着我 就把我放到那外边了 当时我那眼睛都不敢睁开 就跟那14层楼 我这后背交得惊失的 那天我都不知道咋过来的 那下来腿都乱乎了 我回来晚上给你打个电话 我本心你能同意同意我 安慰我一下子 这下他可倒好 直接说 你能干你干不了 你这天还能干点啥 那我能干啥 你干不了 那么高您能不恐高 我恐高我有啥办法啊 我要是之前知道的话 我也不会那么着急 然后找那个 中间还做过一份工作 还给人家去那个 网络公司上班 上了几天 我回来我朋友说 那个要不你到我公司来试试吧 我一听说 这网络公司我行的也行 这是上个公司 我又没进去过是吧 咱也是刚回哈尔滨 能多扩展扩展人脉啥的 完了那个那就去吧 等我待了三天 人一要求 那网络知识太全了 我根本啥也不懂 学都学不会 天天就跟那鸭子听雷似的 完了我就在那一待 直犯困 我说那我在这也不行 要不然我就走吧 完了我同学说那也行 说你要是实在不适合 你在这也就是挺勉强的 后来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公司你也进不了 空调手艺你也学不上 你还能干点啥 我说那我刚回来 所有东西 我是不是得挨个试试 我看我究竟能干点啥 是不是 一开始回来要说做这个饭店 然后没做成 又去这个网络公司 没干成 然后我们两个商量 就是算是我决定吧 让他去学这个安装空调 那你又没学成 我不是也着急吗 你说咱俩现在 那我找的工作你不也相不忠吗 你是不是花销大 你是不是一个人要吃要住 我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吗 现在干这个汽车美容之前还有呢 我之前找的工作 他还相不忠 我原来在家那时候就是干过装修嘛 会安装截具啥的 哈尔滨有那种批发截具的那种批发城 我说那我就到这找个那个安装截具的吧 去了之后家下都是那种安装作变什么的 他说那我这身边的朋友都是那个公司什么 你去给人安装作变 我说什么我多丢人呢 你就是歪曲我的意思了 我是觉得你说现在一家装修 可能就刚买个房子的时候装修 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换 那这慢慢这个市场就饱和了 而且现在这个哈尔滨 尤其是哈尔滨这个地方 就房子我觉得城里的房子都差不多了 也就周边这些房子了 你这还做了市场调研 其实他也不算是调研 他就是总以他的想法来强加在我身上 好 工作找了一圈 现在赚钱了吗 现在没赚太多了 那买房怎么管贷呀 就是我现在这干这些汽车美容嘛 他就说那这个也行 那个我有朋友说在辽宁那边干汽车美容 因为买房买车了 说你要是干两年那个好了咱们也行 那我说那现在我这个刚起步 咱们说感情也谈得挺好的 那咱们就不能说买个贷款的房子 然后咱们俩共同努力 你要是每个月那个少买几件衣服的话 那不是够还贷款的 你以为也少花点不就够了吗 我买衣服怎么了 我自己挣钱我自己花 我又没花别人的钱 你现在是挣钱自己花 咱们不是为了结婚吗 你结婚以后你还这么花呀 不他买衣服买得多吗 花得多吗 那是哪得多 那太多了那是 多多呀 一面条衣柜基本上装嘛 不是衣服就是包 不是 他我觉得他不太理解咱们的女生 不是 你每个月买衣服 包 鞋 大概占你工资的百分之多少 百 百 百分之百 基本上都是那些东西了 那你就说吧 我又没有说去从别人借 也没有说就是刷新的 那咱是不是能借借借借 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够花 我觉得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女生哪个不暧昧啊 不是原来的时代了 过年的时候才买一件衣服 现在谁不买衣服呀 可能男生的眼里吧 说这个 这一条打底裤 黑色和肉色都一样 肉色和粉色都一样 但在我们女生眼里就是不一样 条纹不一样 花不一样 穿上感觉就是不一样 你买衣服吧 我没说不行 我回哈尔滨没几个月是吧 哪个周末放假 我不陪你逛街去 逛街哪有空手回来的 有几回那衣服相中了 他得买两件 我说你们买两件干嘛 穿一件得了呗 那不行 我这件要是穿得好看了 这件再买没有了 你买第二件衣服 我啥时候看你上过身啊 再说你跟面那些朋友 你哪个没穿过你赠的新衣服 你要是这些钱买 这些东西 你要是省下来 我再有点 是不是咱们就够了 你总这么大手大脚的 咱啥时候能把日子过到头啊 这点上有一点正确啊 我倒是觉得 结婚之后如果贷款啊 我假设啊 省点买衣服的钱还贷款行吗 省点钱不一定还贷款 但是省点钱可以 我家人是咋的呢 因为我父母之前不投资 是贷款就是我家盖分贷 赔了说了啊 赔了然后就现在也有买买 但是这个买卖 就是一两年见不到效益 手里就没有多少钱 没钱买房子 对 我爸 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我就总感觉 要结婚的年龄了 家里不给准备钱吗 或者是你出去借一借什么的 然后到时候我们有能力了 我们再帮着还呗 你总觉得就是 希望家人借一点 他以为我家就是那个 藏着掖着了 他总不相信 那你说做这么多年买卖了 怎么可能就没有钱呢 有信任也出问题了 就是因为这房子嘛 现在是因为这房子 整个都是老多事的 我家就我一个男孩 谁能说那个 跟一个男孩结婚的话 藏着掖着呀 对不对 来来来 我们不争了啊 眼下就是这个情况 男方是坚决认为 全款买不了房 要还房贷 对 女方希望要结婚 就得有全款买的房子 对 买不了啊 怎么办 借一借呗 那我借一借 你跟人家借的几十万 跟亲戚借不跟贷款一样吗 你跟亲戚借完 人招接还 你不还呢 不给啊 这样的话 就是你父母什么的 到时候还能帮一下吧 都指着我父母 啥都指着我父母 那我结婚还是我父母 姑娘希望能够借钱 还是买全款的 咱明年就五六月结婚 能不能借 现在都借不着 我家现在 不能哈 对 不能借呢 怎么办 你就多考虑考虑 多理解理解我家的 不能借就是在商量这件事吧 究竟该怎么办呢 看看老师们 给你们什么样的方法吧 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房子到底怎么付 不是关键性的问题 关键性的问题就 啥字 安全感 姑娘没有安全感 所以拿房子说事 小伙子居无定所 工作不断地换 我现在 还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路 对吧 虽然在找 也算刚起步吧 中国传统的是 男人是要顶天立地养家的 但你不行 我也希望他多理解理解 理解是建立在 现实基础上的 不可能无条件地理解 但根上是什么 根上不是全款和贷款 根上是 你没有安身立命的条件 你给不了姑娘安全感 你还挑人买衣服 人家花你钱了吗 姑娘所有的诉求 所有的分数对比 只是有一条 你能做到 其实就打平了 就是你一份 稳定有希望的工作 我现在吧 就是 你别给我解释了 我都听明白了 空调 空高 我可以理解 去了网络公司 在那待着睡觉 学不会 你才二十多岁啊 你有什么学不会的 我就觉得 你觉得不适合你 适合你的是什么呢 给没给你时间呢 多长时间了回来 四十个多月 四个多月 还没有找到方向 给我时间 给我空间 给我将来 凭什么给你啊 你一定有充足的理由 才能让你给你希望啊 半年之内 你最牛的 就是把自己安身立命的事 解决了 给姑娘安全感 一定 房子就没问题了 我说对吗 对 全款买 贷款买都可以 只要它有出息 怎么着将来都会很好 但如果你做不到 半年时间 再半年时间啊 你还做不到 全款买房也不能嫁 因为没希望 房子问题小问题 男人的出息 大问题 别找借口了兄弟 好 我说完了 谢谢马丁老师 我想问一下姑娘 你一直都很强势吗 我就是这个性格 反正我觉得 不是强势 是独立 其实我非常喜欢 强势女人 因为我老婆也是 但是你知道 有时候一个女人强势 鞭策一个老公 其实在某个程度 你可能觉得很不自在 但是在某个程度 其实她是一种助力 也是一种 你往前的动力 但是我想问你 一件心理的话 姑娘 你是不是觉得 她配不上你啊 说实话 你是不是觉得说 她配不上你 至少她要拿出一个 全款的方式来证明 她是可靠的 如果这一个都没有 那对不起就不嫁 是不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 OK 所以基本上你觉得 她配不上你 必须要用房子 这个东西来证明 她是有点用处 是不是 可是你觉得 你们这样子建立这样的关系 会幸福吗 如果你们的爱情 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 她必须要用很多东西来 证明她配得上你 我觉得她一生 可能都会是一个缺憾 这个无助于你们真正的 幸福的婚姻 其实我觉得 两个要结婚 我们就说 我们一起来贷款 一起来打拼 我省一点 你省一点 我觉得那个感觉 才是真的美好的一个承诺 那我现在要问你 婚后 她要负责所有的家用吗 就我的想法是 我们两个人的钱 放到一块 一个人的钱负责家用 一个人的钱就是储存起来 谁负责家用 这个没商量 她的负责家用 你储存起来 再买房 再买衣服 对不对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现在再问你 真正的一个问题 如果她现在开始 去借的钱 说好 我给你一套房子 那我现在去借钱 你就这样吗 可以 借了也要还的呀 这跟贷款不也一样吗 很简单 她要她还 她不准备帮她负担这个房子 这是基本的条件 对不对 男生 你要想清楚 这个女生就是这样 再说 多说她也不会改变 她觉得你配不上她 你至少要有一个房子 来做证明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房子只是开始 未来还有 类似这样房子的象征 你真的觉得 你们适合在一起吗 谢谢黄老师 问一下女生 这个男生是你的第几个 第三任吧 前两任的分手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是上学的时候 就是可能毕了业之后 大家各奔东西了 然后上一任也是 也是因为房子 相同的问题 对 相同的问题 所以通过这两件事情 你大概是应该知道 婚姻如果要靠一个男人买房 是不太靠谱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第二任分手 因为同样的原因 分手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 你为什么不靠自己呢 我是觉得身边这些朋友 他们结婚人 那些男朋友都是 家里人家 人家命好 运气好啊 谁让你爱上他呢 你既然爱上一个这样的男人 你就得靠自己 但你偏偏不 你还要月光族 男生 其实我尝试着说 在下面听你们说话的时候 我希望你嘴里能够蹦出一句对话 这句对话就是 我的确不够优秀 但你也不要强人所难 你得承认自己是不优秀的 这一点我承认 你承认了就不要那么多胆士 你那么多胆士干什么 人可以不优秀 但不能没骨气 你有骨气吗 如果我是你的亲戚 我就是钱扔在水里 我也不会借给你 为什么 我恨你这个男人没骨气 就是喜欢了 你喜欢什么呀 你喜欢你付出努力了没 你口口声声说你喜欢 你付出于实践了没有 你只会说喜欢 但是 就是我喜欢你 但是我没有钱 我喜欢你 但是我不能给你安全感 没有那么多喜欢和但是 借给你这样的人钱 往往是遥遥无期的 你没有这样的勇气 你没有这样的能力 就不要去喜欢女人 更不要去谈结婚 你一个人自个儿过了就好 等到自己什么时候强大了 你再去谈所谓的婚许 婚嫁的事情 至于女生 你不止一次一而再 再而三地在场上说 借点钱就好了吗 有哪个人是希望自己的爱人 在跟自己结婚之后 债台高筑 或者说说 为了跟自己结婚 穷尽脸面 让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到处去借情 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平平常常的道理 为什么在爱情生活当中 我们就感知不到了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强人所难 你为什么要强人所难呢 你既然要强人所难 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 在我看来 你们俩人真是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 别谈结婚了 你们之间所生的感情也不剩下多少 房子不房子是另外一回事 努不努力也是另外一回事 在我看来 你们俩 其实从来没有真心的相爱过 因为我看不到体谅和包容 积累情感的基础就是体谅 而迫害感情的元凶就是强人所难 如果男生能体谅女生的安全感 女生能够体谅男人的捉襟见肘 我相信你们俩到不了这个舞台 为什么要把对方逼得那么难看呢 就这样 婚姻 家庭 我们不仅仅是要住在一个房子里 一个家里 这个家需要的是责任 能力 担当 共同成长 甚至是妥协 所以两位 听听你们怎么说 来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接下来 嗯 来 你们公子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没想到你还真能出来 我觉得可能我自己这个消费观念也是有一些差距的吧 然后我想就实在不行我们就贷款买一个房子 非常好啊 感谢你能理解我 我也相信我没找错人 我也在哈尔滨努力 一定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家 来 我们请出我们的小花童吧 来来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下这一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我们共同来见证 来 掌声热烈点 来 这个是我们一杯诗啊 对我们爱情保卫战量身定制的白色恋鱼款 回去好好保湿好好保养啊 好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发 好 再见 希望他们牵手回去啊 不仅仅是要成家 更是完成一个家的使命